其实云端上都有103这一题 你把它打开来答案这边也有 另外如果你觉得这些练习题还不够的话 这边还有01到06 06之外还有其他补充范例 其他补充范例还有分入门进阶 还有相关大数据 还有一些带整理的 比如入门题里面一堆 也是同学问的问题 大概逻辑就是一个范例 然后一个解答 如果有些可能没有整理的非常完善 但你可以自己推敲一下 应该也知道 我在大家表示的是什么 如果每一个你都可以 把每一道题都做出来的话 那其实我想你应该工作上 应该有那个相对应的能力 可以快速解决问题的 那比如说我们以这一题来看 就是其实关键的地方 就是要找出编码 这个ASCII code编码 这个不知道各位对这个 熟不熟悉 这个其实计算机概论的时候 如果你每天都上过计算机 就会提一下 这个是讲白一点 就是美国人设计电脑的时候 他要先编码 编码他不会想到有其他语系 他就是数字 然后英文的话一定是大写跟小写 然后还有一些符号 可是要怎么放 才能刚好对应到键盘的位置 有没有 所以他就自己定义一些位置 位置他怎么分配呢 请各位看一下这个ASCII code的 这个也是Google到的 所以你打一个ASCII code 这个American Standard 什么Core 什么等等 反正你们查一下这个关键字 意思是他编码的位置 那其中的话 他的DEC 指的就是实境位的编码方式 他编了0到128的位置 也就是128的位置 那里面的话 其中你们可以看到 数字的部分是放在哪里呢 在这里 0到9 它是48到57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知道内码的位置 那我可以怎么样 内码的位置如果是48到57之间的话 那表示它是一个数字 反之 它就不是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的需求是怎么样 第一个先把那个 什么呢 字 先切割 比如说1先切出来 然后2的话丢给那个 函数去判断 那当然呢 如果你是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 比如说我今天 假设切到那个103这个 假如说我今天呢 是用Excel的话 那你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函数叫Core Core这个函数呢 实际上 不过如果你给他一串 他只会抓第一个字 按确定 然后把Excel给他 他会抓第一个字 就是Excel的1 然后呢 他是69 为什么是69呢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那Azkiko内码表 你可以看一下 那内码表里面的话 1的位置在这里 他的实际位就69 OK也就是说 他会告诉你 回应给你 那如果你要下一个字的话 就是切第二个字 用MID 有没有 如果说你要 假设我今天要 丢给他第二个字的话 那我就是 怎么样 当然Core之前 我可能就是要先用MID 插入一个函数呢 用什么 用MID MID在这里 MID呢 切什么 切这个里面的 我要切X的话 那就是从第几个字 从第二个字 有没有 切什么呢 切一个字 那就X 那如果第三个字的话 就是3 C 第四个字 有没有 X类推 所以刚刚那个大瓜 就是那个执行正列 就是帮你一个一个 一个的切出来 一个一个判断 如果4的话 你要帮你加1 就是加种起来 再回复回来 就是全部串在一起 就对了 可是那样的写法 太复杂了 那如果说 我今天要改成 用VBA写 其实呢 第一个一样 如果我今天 大概知道逻辑 一 先开发人员 VIO BASIC 然后2的话呢 一样就是找到 因为我开很多一个档 所以我就找到那个 找到哪一个 找到这个 我们是这个 103 按右键 先一样插入一个模组 那模组的名称的话 我要怎么 假设我今天 插入一个程序名称 叫做数字个数好了 也许这个名称 跟那个栏位名称一样 数字个数 他帮我 算一下 那这个SUB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算 当然第一个 我先把他里面 一个字一个字的切过来 做判断 那判断的方法就是 FOR 因为很多个字嘛 所以我要知道说 一个字一个字的切的话 那我这边的话 一个字一个字切 我用J 好了 我不用I 因为I的话是列 J的话 假设是代表里面的哪一个字 等于第一个字 到 第几个字呢 第五个字 如果你想说第五个字 那可是底下有的 有的五个字 这五个字 可是这里可能就七个字 这里就有四个字 那你 如果都给五个字 那有些就不对 怎么办 很简单 就是你用LEN 有没有 LEN就算他里面几个字 然后给他什么呢 给他那个储存格 那个储存格叫Sales 那我先抓第二列好了 因为等一下要跑个回圈 所以我先抓第二列来代表 里面的哪一栏 A栏 应该可以看懂 Enter两下 后刮一下 Enter两下打一个NAS 这个意思就是说 帮我从第一个字 切到最后一个字 做什么呢 判断一下 所以我怎么样切 这个判断怎么判断 如果之前也讲过 IF什么呢 那判断的话 特别注意 在VBA里面 在Excel里面是用Call 但是VBA他不是用Call 他换一个名称 叫ASC 就ASC Code 那个ASC 所以我打一个VBA 如果VBA.asc 刮糊 那做什么呢 把那个字切出来 那个字用MID 哪一个字呢 String他问你说 那你的字在哪里 我的字是在那个Sales 里面的第二列的A欄里面的资料 就是这个里面的资料 帮我逗点 第二个问题说 哪一个字 从D追一个字 意思说 它是第一个先切D 第二个就切第二个 OK 要几个字 要一个字 所以就输入1就可以 有没有 所以哪一个字 这个资料在哪里 然后从哪一个字切割 要切几个字 后刮浮一下 那如果呢 再给谁判断 给ASC判断 如果先切1 然后判断回来 它是69 那可是我们现在 如果要是数字的范围的话 数字你就要定一个什么 数字 数字范围在哪 在这个范围 所以你要给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就是 应该是 它在哪一个范围才是数字呢 所以这边的话是 如果它应该是小于 大于47 而且小于58 有没有 它会是有一个交叉的地方 所以我前面讲过 如果有一个交叉的话 用什么 对用and 交集 有没有 OK 所以有这个概念之后的话 47 58 所以我就可以把 后面的程式继续写 如果判断完之后 后刮浮一下 如果判断完之后 它是要是什么 大于47 而且and 应该 应该 大于 这个小于 对对对 好 对没错 常常会犯着错误 好 这边的话再把它复制一个 因为拿来改比较快 因为后面都一样 58 方向改一下 应该是变成小于 OK 也就是它要大于47 而且要小于58 中间加一个and 然后后面空一个rand 还记得吧 这个 所以其实这个都基本贵 and两下 然后and if 先打and if 意思就是说 如果它是什么 它是在那个数字里面的编码 所以这一叙述就是 有没有 这个是切那个字下来 是不是在47 和58之间 OK 这个应该可以理解了 如果4的话做什么呢 帮我加1 算一算有几个 所以 那我们这边可以加一个变数叫cant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我要累加 这边的话 如果累加的话 就是多一个cant cunt好了 等于预设值等于0 这个cant的变数名称可以自己取 那cant等于cant加1 也就是说如果4那就帮我加1 那表示说它是一个数字的那个范围里面 帮我加1 一直加一直加 加完之后的话呢 最后再帮我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让我知道说有几个 所以这个储存格的话呢 我们用range好了 这个储存格 ranch 固定的位置叫 它是在b2的储存格里面 然后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cant的结果 OK 那这样的话 我就写完一个了 这样只有写完一个 我们来试一下 让它输出看看好了 这边好输出 那假如应该看得懂吧 它4就是加1 它4就加1 所以f8好了 我们组航来跑 kant的现在等于0 那这个len里面是5 所以跑5次回圈 所以先切第一个字过来 所以这边切第一个字判断 1里面是不是 不是 跳过了 所以它没有加1 下一个x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一直都不是 所以最后的话呢 kant还是维持是0 那就把这个0 帮我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 OK 输出 这样就0了 但是还有下一个 下一个下一个 怎么办 对啊 在外面一个for 所以为什么要forJ 因为等一下会有i的部分 然后我们就打刚刚之前讲过 forJ forI 等于什么呢 等于12到9 当然你可以向下追踪 nest 习惯上这样打 然后再把一段程式搬到里面去 为什么 因为他做一样的事情 再把里面的2改成i 就可以了 看得懂了 只是说这个处处都是要很小心 否则虽然城市没几行 但是一个地方写错 就会完全不同的结果 把它搬到里面 OK 不过各位不用担心 就是其实说真的 就是这些 我的习惯是把这边搬进来之后按个tip 因为如果你不缩牌 都是for for跟nest分不出来 到里面跟外面 所以i是外回圈 追是内回圈 也就是他这一列 跑完 换下一个列 换下一个列 OK 然后呢 再把什么 把这个里面的2改成i 这个写法 我们前面好像也写过蛮多了 所以 但是你要小心 因为只要少改一个地方 结果就不同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变成range的b2 那这边当然你就是加一个i 但i不能放里面 sales就可以 也可以 不然这个地方就不用range 我们用sales sales把它改一下 sales 这边把它改成b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你用range的话 它是字串 如果用那个sales的话 它就会是 一个数字OK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当然 这地方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全部算完了 只是 这个当然对的 很快就OK了 你就不用傻傻在那边一直算 对不对 但如果不会的话 你就是只能够傻傻慢慢算 所以如果你要想一想看 你工作里面有没有很多地方 每天都要这样用图法链干来算 如果是的话 那你真的蛮适合把程式学好的 OK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边细节真的还蛮多的 我把那个倒一下 大概就是 不过你们也不用一次求快 你可以先怎么样 先写那个 4回圈 这个关键地方就是这个 就是逻辑判断的部分 细节云端上也有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你也可以分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输出 一个就好了 第二阶段才是整个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